美國也正在經歷四十年來最強的北極寒流 不過最冷的時刻還沒有到 就已經打亂的耶誕假期的輸運輸 光是二十三二十四號這兩天 就已經有超過兩千七百個航班取消 至少有五個州實施緊急計畫 總統拜登就告訴民眾返鄉趁現在 在開往明尼蘇達的一條公路上 能見度極低 冷空氣迎面而來 更感受到凜冽 這場冬季風暴預計將為五大湖居 帶來暴雪天氣 而且將以大雪狂風以及酷寒三重威脅 打亂耶誕假期交通計畫 全美多個重要交通樞紐均因急凍天氣 航班取消 例如丹佛國際機場 二十一號下午將近四點 氣溫設施五點五度 但不到一個小時 奏降到零下十五度 在中西部地區南達克他州拉皮德市以及沃爾市 約一百輛轎車在大雪中受困 在明尼亞波利斯以及聖保羅二十四小時內降雪超過二十公分 再往東的紐約水牛城 震風時速超過一百零五公里 氣溫零下六到十二度 並有停電發聲 目前有數週實施緊急計畫 而且可能還會再增加 而風暴最強烈的時刻還沒有到來 總統拜登警告 這不像大家小時候的下雪天 國家氣象局表示 這個低壓系統突然變強 形成所謂的炸彈氣旋 預計將在中西部以及東北內陸地區產生 每小時降下一點三公分左右的降雪 以及超過時速八十公里的風速 並警告 將使陸陸及航空交通變得危險 人暴露在酷寒夏幾分鐘之內就會凍傷 公視新聞黃遠玲編譯